熟悉的观众都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个韭菜 前段时间这不是美股集中发Q1财报吗 别人都在关注什么阿里巴巴理想骑车这种明星公司 而有一家公司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去电 起因是因为去电在Q1贡献了一份美股最奇葩的财报 因为去电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核心业务了 但是它靠着账上50亿的现金存款 通过利息和理财在第一季度赚了几个小目标 于是乎这家营收只有2000万人民币的公司 但净利润却近近了5个亿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就笑了 罗敏老板啊 你可真得好好感谢那些当初喷你做预制菜的网友 去电是靠销炎带发家的 这大家都知道 并且成功的在美股上市 但随着国家的禁令出台 去电的放贷业务被逐渐清零了 虽然不能放贷了 但是罗敏老板还是已经赚了大笔的资金 而且作为上市公司得为股价和股东负责 得继续做业务呀 于是在2022年 他盯上了预制菜这个赛道 为了卖自己料理包 罗老板拉上了加冶亮等等大主播连续直播 一分钱一袋赔钱往外卖 直接卖出了两个多亿的GMV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 于是乎去电开始了老套路 鼓励大家来加盟 承诺只要开店卖他的预制菜 就可以给一年的无期贷款 然后大家就不干了 你这本性难移呀 兜兜转转怎么又开始放贷了 结果舆论发酵 大家都知道了 原来这个搞预制菜的 就是原来放贷的去电 不行得往死里喷 当时给罗老板带货了加冶亮 后来都公开声明说我跟他不熟 哎太着急了 大家真是太着急了 是去店做效应代业务 确实坑了不少人 口碑差到所有人都想教罗老板做人 但是大家还是太着急了呀 罗老板选的新方向是什么呀 是预制菜呀 预制菜是什么 是新消费 新消费是什么 是埋葬无数品牌的坟场 如果大家能够在罗老板 卖预制菜最疯狂的时候 多多鼓励一下 甚至送几发大火箭 那罗老板肯定会增加 对预制菜投资的补贴 就已经无法回头了 最后去店有可能原地暴币 哪还有现在账上50亿的现金呀 不仅喷它的人能够大快人心 而且大多数消费者还能享受到 罗老板亲自补贴的 各种精心烹饪的 公保激进的水柱肉片 村菜鱼等等等等 可以说是多赢啊 专业美国君为主的鱼 各位大家好 我是疯狂知识罗老板 多搞鱼制菜的资本代表纽威特 你们可别觉得我在讲断子啊 就新消费这赛道 有多少钱都能给赔进去 在全面停止金融放贷业务之后 去店曾经尝试过多个项目 最后兜兜转转才来到鱼制菜 在此之前 他比较知名的就做了大白汽车 大白汽车是去店的融资租赁项目 采用的是直营店加集采的重资产运营模式 所谓汽车融资租赁 其实就是在分期付款的基础上 进行产权和省权的分离 客户只需要很少的首付比例 就能拿到车辆 但产权需要三四年后才能拿到 期间是一种直租模式 这个项目和去店下场的金融业务 联系非常紧密 银行保险公司 几乎都是现成的资源 所以罗敏当年对大白汽车非常重视 迅速在全国开设了175家官方执行店 而且他步道区商路 把大白汽车的门店 全部开在了城市郊区 门店成本只有50万人民币 175家店的投入也不过8000万人民币左右 虽然在开店上省了不少钱 但是这项业务里最重的资产不是开店 而是汽车 根据大白汽车最早公布的 厦门吉美区门店数据 大白汽车门店一次性购入了 上百辆价值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车 按照这个量级计算 175家门店光裸车的成本就17.5个亿 再算上保险人工等成本 这绝对是一个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项目 但当年的这些投入 对于去店来说只能收拾沙沙水 因为这个项目在初期就融到了 100亿人民币左右的资金 而且去店本身账卖上还有庞大的资金储备 可事实呢 却让人大跌眼镜 余粮充足的大白汽车 在坚持了一年左右就开始大规模关店 门店数量直接压缩到了只有40多家 到了2019年第一季度 大白汽车的销量只有2.5万辆 门店坚然到34家 等到了第二季度 这项业务直接被逐步关停了 农资百亿的项目 只用了不到两年就彻底白白了 换作任何一个公司老板 估计都得备受打击 或者像罗友浩那样 洗干净了准备开始还站了 但是罗老板不一样 去店有钱呀 于是乎 尽快找个新赛道再来一次 为了牵液市值呢 再拼一次 很快他就找到了新的方向 这一次他推出了奢侈品电商万里木 和大白汽车的高调一样 万里木也是高调亮相 号称全战自营 买手团队呢 常驻海外 全球资源直彩 还和官方检验机构有合作 万里木上线之后 不仅邀请了非常多明星代言 疯狂购买微信光线通和抖音广告 大手笔搞百亿补贴 以至于单季度的推广成本 就达到了6500万人民币 还拿出了1亿美元 收购了四库28.9%的股份 成为了四库第一大股东 可惜 1加1大约2的戏码还没有上演 万里木同样在上线半年多之后 就被叫停了 又是几个亿赔出去了 但是 咱去店有钱呀 在叫停万里木之后 又上线了新项目 万里木少儿 一个面向少儿教育 线上加线下的培训乐园项目 这同样是一个重资产项目 因为万里木少儿是全子营模式 起步阶段就拥有11个少儿车厂中心 每个中心的面积就有3500平 单个成本达到3000万人民币 光这些店就消耗了 去店账面3.3亿人民币的资金 此外 万里木少儿还在招聘上 投入了至少是1亿人民币 甚至有媒体表示 万里木少儿这个项目 总投资接近30亿人民币 这第三次豪指千金 换来的同样是个不理想的结局 到了2021年 去店直接宣布 把少儿中心从11个 压缩到了1个 之后 罗敏在朋友圈发文 告别万里木少儿 连续三次重金投入 每一次都至少赔上几个亿 就问你服不服 而实际上 去店内部的创业项目 远远不止上面这几个 而是有十几个 但无一例外的 全部胎死服中 所以我说 如果当年罗敏铁了心的要搞预制菜 铁定比上面这些项目 加起来赔的都得多 因为他喜欢高举高打 而预制菜所在的新交配赛道 是一个绝对可以吞噬 大多数创业者和热钱的黑洞 做新交配品牌 得花钱的地方得太多了 比如一开始 你就需要营销渠道推广 以B站 微信 抖音 微博为主的 社交媒体广告 以及电商广告 这些都得投 基本上 在一个品牌早期 这些地方的广告 是品牌拉动销量的唯一方式 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是新交配美妆 双巨头 花西子和白美之际 相信每一个 在网上冲浪的老板 前两年都受到过 这两个品牌的广告轰炸了 而他们更是养活了不少up主 这方面的功劳 堪比拼得多 而且因为所有新交配品牌 都喜欢疯狂投广告 导致内卷非常严重 头部品牌 也必须不断增加营销投入 才能维持行业地位 就它完美日记来说 财报显示 2020年 光营销推广费用 它就花了34个亿 而饮料行业的新交配巨头 原浆森林也差不了多少 在2019年到2020年 这两年时间里 也累计投入了30亿人民币 用来营销推广 虽然说你钱花到位了 但也不一定能保证你品牌成功 因为总会有品牌拿到新的融资 比你更有钱 比你更会投广告 这里面唯一的赢家 就是各种广告渠道 我们以抖音为例 2021年 字节跳动集团 全年营收3678亿人民币 其中广告就2500亿 而2022年呢 字节商业化的收入 3300亿人民币 抖音贡献了80% 大概是2640亿人民币 咱就想想吧 这新消费品牌 得贡献了多少广告收入 根据这份报告的统计 有57%的新消费品牌 会选择投放商量媒体广告 主要是各种KOL网红博主 同时 选择投放电商广告的新消费品牌 也占到了40% 无论你投哪种广告 抖音作为今天国内最大流量平台之一 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换句话说 因为有57%的新消费品牌 选择在抖音 B站 微博 大规模投放 才能让这些平台 拥有上千亿的广告收入 这种竞争局面 不是手里有51现金储备 就能高枕无忧的 不客气的说 罗敏想要把自己预制菜 从0到1打出知名度 把他自己手里的51现金 都花光了 可能都投不出来 而且就算品牌做出来了 也不代表着就能赚钱 今天大部分新消费品牌 依然还在赔钱卖货 就算你卖货也是挣钱的 但也不代表着 公司股价就能上涨 你能套现 来 让我们来看看完美日记 这两年的股价 实话实说 新消费是我最近几年 看到的最惨烈的风口 之前一些风口 虽然说竞争也非常激烈 但最后 还是有一些头部公司 有比较好的归宿的 但我在新消费赛道里 没有看到一家这样的公司 我身边有不少创业者 原本生活非常滋润 但是自打某足劲 要做新消费品牌之后 现在过得一个比一个惨 有的卖房 有的卖车 甚至还有人 每天要面对供应商的追债 现在四处借钱还债 而这其中 不乏很多被知名VC 投资认可过的项目 也许 如果大家当时 多哄哄罗敏老板 不仅能够在好特买 买到一分钱的预制菜 还有机会 看到罗老板 为了还钱四处奔波的样子 那场景 像极了还学生带的大学生 唉 可惜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老板们能够看得开心 最后不要忘记 点赞投币收藏转发 如果大家想讨论 也可以多发弹幕和评论 我是邱卫特 我们下期再见